速量摆动 肩换收 高龄90岁的长者示范跟着剑走口诀 以正确的姿势进行剑走运动 剑走是世界卫生组织认证 最容易被实践 也是最为推荐的身体活动 由于不需特殊装备 对没有运动习惯的民众 只需加快平常走路速度 达到些微流汗的程度 就可以产生运动效果 第一个口诀是抬头挺胸缩小腹 抬头挺胸缩小腹 可以看到姐姐中气十足 是90岁的姐姐 而且我80岁认识大的时候 还是一样这么青春 再来第二个口诀是双手帷幄放腰部 双手帷幄放腰部 好 第三个口诀 这是很难做到的 但做出来就会非常的妖娇美丽 自然摆动兼放松 自然摆动兼放松 好 最后我们就要来迈开脚步向前行 其实平常你只要加快自己的走路速度 达到有些微流汗 它就已经达到有一定的运动效果 最好的时间就是利用上下班通勤 以及平常逛街压马路的时候 或者是购物的时候 都可以来执行 其次通勤的时候是最好的执行点 如果你愿意去找一或两个车站下车 就可以大大增加你的身体活动距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结合运动专家 进行步道安全评估及实地建走后 规划出43条建走步道 并设计动吃油大同 健康运动及饮食手册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体力 喜好或住家附近地点 规划不同的步道路线来建走 那为了鼓励民众 就是养成每天规律运动的一个习惯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那今年就是结合运动专家 在辖区内的建走步道 我们有进行安全的一个平和 还有实际的一个建走 那之后我们就规划了 六大类型的一个建走步道 那包含历史人文 然后淡水河滨 还有林地公园 那购物通学通勤的这种步道 那我们希望这些步道 可以让民众可以揪进来建走 那今年我们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也设计了一本 动吃有大同的健康运动饮食手册 那我们的手册里面就包含 我们的健康饮食 然后运动类型 还有我们的活动装备 还有运动伤害的一个处置 那最重要是我们将这43条 运动的一个 建走步道的一个资讯 放在我们的手册当中 让民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还有体力 还有在家附近的一个点 来进行建走步道的一个规划 那这个手册的部分 可以欢迎民众来我们这边索取 那或者是自行下载 我们的一个手册电子版 另外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与台北市孔庙合作 将于7月25号举办 Let's work 去游大同建走活动 包含建走教学 及孔庙建走 义务体验等活动 完成所有关卡 可获得建走三宝 名额有限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报名参加 记者联系会 台北报道